花蓮市有许多小家庭 两夫妻只要生了小孩 如果没有找到帮忙的人照顾 想要临时约个会或是处理事情都相当的困难 因此花蓮县政府就特别推行了 定点与每一盒临时托育的服务 让夫妻在百忙之中也可以有难得的小确幸 带着小孩临时有事怎么办 先不用紧张 因为花蓮县政府从去年10月开始 就持续推动定点与每一盒临时托育服务 只要你的小孩是满六个月以上到六岁以下的孩童 都可以打电话预约临托服务 那主要是因为在花蓮市很多都是那个小家庭 爸爸妈妈自己带小朋友 那如果有时候妈妈或是爸爸想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孩子就不知道放哪里 所以我们特别在花市社福中心的一楼 做了一个定点临托式 那如果父母其实有时候有要去银行啊 或是要带其他孩子去看医生啊 然后需要可能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或是整天 需要有人帮忙照顾孩子的话 可以就是跟我们花市的社福中心联络 那我们有提供那个定点临托服务 那其他乡镇的父母亲的话 或者是花市的也可以跟我们居家托育服务中心联络 我们也会帮忙做媒合的保姆服务 就是你也是短期的或是长期的需要保姆提供孩子的托育服务 都可以跟我们花市居托中心联络 如果一般的父母的话是有收费的 就是一个小时160元 那如果说有特殊身份的家庭 可能是有低收中低收啊的家庭的话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那个托育的服务这样子 目前在社福馆一楼的花莲市社会福利中心 有提供定点服务 每个时段最多只接受两位孩童 而一次最长可以托育八个小时 我们来到这边除了领托室以外 我们会天气好的时候 也会带小朋友到户外的文化中心 去走一走 跑一跑 或者是到四楼的那个回南亲自馆玩 最好是前三天可以预约 然后如果当天有需求可以打电话 来询问看看还有没有那个名额 另外华联县政府也在全县设置了 五个分区的社会服务中心 提供民众更友善的咨询空间 目前除了我们社会处可以提供大家一些 就是福利的资讯之外 还有一些家庭的服务之外 我们其实在五个地方也设了分区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包含在新秀的大岸服务中心里面有新秀社福中心 然后在花莲有花莲社福中心 然后在吉安有吉安社福中心 在我们庆丰的老人会馆的三楼 然后在凤林有中区的社福中心 然后另外在玉里有南区的社福中心 那五个社福中心都有我们社会处的社工 在那里提供家庭的服务 还有一些福利的咨询服务 那我们的中心旁边也都有一个亲子馆的馆社服务 所以每周二到每周六 其实都有亲子馆可以开放 所以像玉里的朋友啊 相亲啊 或是凤林的相亲啊 还有新陈的相亲或吉安的相亲 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在礼拜二到礼拜六 到我们的那个社福馆旁边的亲子馆 亲子馆里面其实也会办很多的活动 然后也有一些孩子的玩具啊 绘本啊 还有一个专职的托育老师在那里 所以在那里其实都可以跟家长 可以带孩子一起来玩乐这样子 如果你有临时托育的需求 又找不到人可以帮忙 下回可以拨打03-822-0552 至华联社服中心 或拨打03-824-2533 至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洽询 让百忙之中也可以有难得的小缺心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